他大學剛畢業啊 年薪就四百萬了 在那之前啊 其實想做什麼事 都是你想要你就會得到 後來為什麼會去學催眠 可能也是因為 未來走天涯這件事情 把那時候搞到一個 很低的狀態 因為你覺得人定勝天嗎 你希望能夠雞拳升天 結果你成為了雞跟拳 我們一生要追求的目標呢 會顯現在 陡數盤上面深宮的位置 夫妻宮呢 也是關陸宮的內心深處 他開始去探索 他真正為什麼要未來走天涯 大家好 我是大根 我們今天請到的人啊 他是只為貪狼 對共在做命的 很多的時候啊 我們都會覺得說啊 是一個很愛面子 然後是一個很嬌貴 然後是一個很 享受自己的人生 然後也不太 去顧別人想法的一個人 事實上呢 這個命主啊 他非常特別是 他大學剛畢業啊 年薪就四百萬了 他可以為了愛情 放棄年薪 然後為愛走天涯 我們今天來介紹凱蒂老師 當年為什麼會願意放棄四百萬年薪去為愛走天涯啊 可能真正想要那時候就是感情吧 其他好像也都還好 沒關係啊 你去順便拿了一個很厲害的學位 都沒有弄那麼厲害 他就隨便 為愛走天涯去一下 就順便拿了一個那個 美國知名的那個 跨業界還是財經 財務碩士 拿碩士的過程有很多人幫忙 財務其實是一件很難的東西 而且 對我這麼隨性的人來說的話啊 他真的是太吃重了 然後剛好我有很多好朋友啊 男的女女都有啦 那當每次老師發作業的時候啊 或者寫報告的時候 我就開始看一下那主題 現在是哪些東西 然後心理 轉了一遍看是誰有這個能力 然後我就電話拿起來 或email我發出去 然後就開始發包 通常一份作業裡面可以發包三四個 所以你就這樣一路靠發包就拿到學位了 沒有都一路 我也是有自己念書啊 筆記是研究所嘛 但是 對大部分也是蠻多是發包的 就很高興有那些貴人的朋友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看你的貴人心放在什麼地方 可以這麼好用 後來又回來台灣了 繼續回來走天涯 繼續回來走天涯 我覺得人生好累喔 在斗數裡面啊 子探對股跟子探同工的人啊 我們都會說 他會在大概過中年以後啊 或是說開始年紀成長以後 會對命理啊 這一類的東西 宗教這一類的東西有興趣 主要是因為那顆貪狼心 不是每一個貪狼心呢 都會去對宗教有興趣 而是貪狼心它的特質是 它有諸多的慾望 然後它會想要去探索自己的人生 那紫衛心呢 是一個啊 很重視自棄的面子 然後希望自己可以過得很好的一顆心 這兩個心意組合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會去想 我自己的人生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過 那這個過程中間 你開始會往心靈的方面去探索 後來為什麼會去學催眠 就是因為那時候人生到了一個 就奇妙的階段嘛 很多事情其實人生到那個狀態啊 也從來沒有想過 怎麼會有那麼低的時候 到底有多低 我們剛剛聽起來都是很好耶 在那之前啊 其實想做什麼事都是 都是你想要你就會得到 但是在那個時候啊 我覺得這是命吧 這是死為童數大限的問題嗎 那時候特別的悲劇 勞工不要你 他沒有不要我 但他就是很難掌控 你知道掌控欲很強 然後就很難掌控 然後就覺得哇塞一切都脫序 然後你沒有辦法讓他在一個人生希望的軌道上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的天啊 現在到底是怎麼狀況啊 可能也是因為未來走天啊 這件事情把那時候搞到一個很低的狀態 因為你覺得人定勝天嗎 你希望能夠雞犬升天 結果你成為了雞根犬 叫紫薇新人去做雞根犬痛哭 所以我離開雞根犬的世界 我現在是從地獄爬回來的女人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他在這一年開始利用了紫薇斗數跟垂眠 來幫助很多人去解決他人生的一些問題 我每次看那個凱依老師在臉書上發表的啊 每個禮拜負責讓一群人哭泣這樣子 我其實那時候那些也覺得好想要安慰他們 就是你知道很多事情安慰只能扣自己啊 你等於是利用命盤告訴他他人生的功課是什麼 然後利用催眠來給予他力量 告訴他說你要怎麼靠自己的力量 去改善你自己的狀況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台中啊 怎麼樣去把那個抖數跟催眠做結合 然後來給予你自己的學生或是客人 給他們一些幫助 潛意識很旺盛的時候啊 你內在的解盤老師 當他已經被喚醒或者是那時候很活躍 他覺得很可以跟你connect 就是連結的時候 那時候去做的一個海卡占卜 完全可以切中他自己個人的要害 就可以很充分的解答 在當下學員他們其實在當下經歷到的一些 例如情感啊 兩性關係啊 或親子關係啊 或者是可能金錢關係 家庭關係都有可能去解答到 你越來越能夠跟自己內在的解盤老師 去做連結 那你之後無論學習 例如詹心啊 數數啊 或者是方方面面的都會很快 因為其實你的靈感就會很充足 就會知道你的問題點在哪裡 那催眠的部分呢 他其實就是在這過程當中 他可以在輕鬆的情況之下 一堂課當中會有三次的 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的第一趴喔 就有同學他其實因為可能創傷比較深吧 在面對自己現況的時候 他可能就已經觸到他內心比較疼痛的部分 就哭了 對 也是同一天的第一堂課的有一個學員 他是在第三趴的時候 他是一個身體比較敏感體質的人 在他以往的經驗當中都是黑暗面比較多 可是在睡眠過程當中 因為那是喚醒你內在的力量 所以其實他跟我分享的是 他那時候覺得全身都很溫暖 而且很熱很燙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是一個普通的冷氣房 當然我是習慣是在早上剛起床的時候 陽光最充足的時候 幫大家做這些課程 因為這樣子我覺得大地的感受力是最強的 在過程當中他說他其實沒有所有的畫面 但是他就是一直的流淚 他的身體就是一直發胖 在第一次大家還沒有任何接觸的情況之下 用最簡單的方式讓你先去觸到你目前的現況 其實那在盤中啊 在斗樹命盤當中就是你現在的所處的大線 跟你現在的小線狀況 那其實催眠他本身就是內在的解盤老師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高我 高我的主要任務就是幫你 在這一輩子當中去完成你這輩子所需要完成的 你人生主題的最高指導原則的那一個中心思想 那你的高我呢其實他一直都是存在著的 可是你其實沒有辦法跟他connect 他過他的你過你的 甚至他可能是睡著他沒有辦法梳醒 你要去跟他做了連結之後呢 由他來告訴你其實你人生的道路可以怎麼走 他給的建議絕對是最中肯 最直接 最平靜 也最自然的 最後一堂課呢就是改寫你的人生故事 當然我們不可能期望在這七堂課你就可以改寫嘛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從哪一個部分可以去下手 如何去轉變你的信念 去開始執行改寫的過程 我們從最剛開始的認識你自己 然後釋放自己 然後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後最後人就人就開始改變嘛對不對 很讚啊我看你在台中課都開得很好 可以邀請你來我們成講堂開課 其實成講堂裡面的課程啊 絕大多數都是一些像凱莉老師這樣子 用催眠或是用其他一些方法 來幫助我們說你在人生中總是有些切斷 有些砍 很大多數的人啊在人生碰到砍的時候 你就是覺得一個很痛苦你過不去 你需要有一些心情或者一些轉移的方式 甚至於像凱莉老師所講的 他利用催眠的方法 把你內在靈魂的力量拉出來幫助你 或者是那個你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呢 拉別人進來幫助你 然後大家一起手牽手去度過那個難關 去把那個山爬過去 還是要截一下凱莉老師的盤對不對 他是指揮星做命 然後呢對公司貪狼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他的指揮帶露存 指揮的重點是什麼 指揮的重點是要有疾心幫助他 他有沒有疾心 有一個露存 露存成忘了指揮的優點 因為指揮星需要人家捧著他 所以呢他的缺點是他太愛面子 太愛人家捧著他 那加露存之後呢 指揮啊愛面子的這件事情 他的缺陷是沒有人捧著他 他就覺得很難過 優點是啊 只要人家給他一些力量 只要人家給他一些面子 他就可以變成是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勇猛的皇帝 還有一個情況呢 那對公是貪狼 所以呢指揮的那種孤軍的狀況呢 被大幅度的降 因為對外啊跟人都很和善 也跟人很好 而且我們看到他對公有顆天魁星 指揮星要重任六顆吉星 天輔天象左右魁月 他至少他有個天魁星在這邊 有天輔星在這裡 我們常講說魁月星做在自己命牽線上面啊 通常其實指的是說 自己也願意是一個幫助人家的人 那你幫助人家 最後就得到人家會幫助你 念書也可以發包案子給人家 他都有辦法找到人家來幫他的忙 讓他絕大多數的人生 當他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如果自己幫自己 也可以有別人會來幫他 那為什麼他會為愛走天涯 我們來看他的夫妻公 他夫妻公是七薩 七薩我們講說他是不是一個 只要自己所想要的事情 他就會堅持的做下去對不對 他這組七薩的對公是聯真跟天輔 他會覺得這個堅持是很有計畫性的 很有目的性的 然後他也確實的 在堅持的過程中間 他還撈了一個學位回來 我們來再來看他的 25到34這個大縣 25到34個大縣 他在這邊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他就去做保險了 馬上就變成高收入 破均對面是舞曲跟天象 這組是我們最常說的啊 很適合做禮磚啊 保險啊這一類的人 然後呢 他這個走任 任天涼化路 老天會送錢給他 到他的彩庫裡面 這裡會有一顆陸村 落在他的樸育宮裡面 然後他的樸育宮帶桃花星 然後這個位置呢 一樣是在他的大縣的子田線上面 做了對的行業 再加上對的環境給他 很自然而然 他只要開始做 人家就想要跟他買保險 開始到下個大縣的時候呢 對面是太陽天亮 天亮星是宗教星 所以他在這個大縣的時候 他開始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文曲心是意圖公民嗎 他開始會想要自己的人生 會有所不同的方向 開始學催眠 學斗數 他老實講說 他會在催眠過程中 幫你去找到 你今生該要做的事情 其實這個觀念 在斗數裡面也有 真正懂斗數的人就會知道說 事實上呢 斗數裡面跟我們談了很多很多 內心很深層的部分 我們一生要追求的目標呢 會顯現在斗數盤上面升宮的位置 凱莉老師的升宮在哪裡 你在夫妻宮 夫妻宮也是官陸宮的內心深處 未來走天涯走一段時間之後 他開始去探索 他真正為什麼要未來走天涯 其實你是要去成就你內心 某一些夢想跟一些想法 好那今天謝謝凱莉老師 謝謝謝謝 一堂課當中會有三次的催眠 在遊生日前 在第一次大家還沒有任何接觸的情況之下 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你先去觸到你目前的先放 那其實催眠他本身就是內在的解函老師 其實就是所謂的高我 高我的主要任務就是幫你在這一輩子當中 去完成你這輩子所需要完成的人生主題的 最高指導原則的那一個中心思想 你要去跟他做了連結之後呢 由他來告訴你 其實你人生的道路可以怎麼走 他給的建議絕對是最忠實的 最直接 最平靜的 也最自然的 你給人家的多 人家給你的也會多 這是一種反向的共振原則 每一個學員都會有一個心理的願望 利用這種信念共振 其實彼此去做一個助導的情況 他其實是會感受到 自己就是這世界的一份子 從出生到目前為止 其實人生當中經歷了很多 例如家庭的磨難 情感啊 親子啊 芳芳面面良性啊 這些有很多的包袱 我們去把它稍微揭露一下 大家最有興趣的有關前世的部分 為了要療癒目前大家 其實在你未知的世界 可能會有你心中 未知的包袱的存在 找到你目前生命的主題 因為每一個人來到這世界上 一定有你需要完成的功課 改寫你的人生故事 我們可以知道 從哪一個部分可以去下手 如何去轉變你的信念 開始執行改寫的過程 出發 作詞 作詞